大家好,我是彩虹 春天头到的韭菜特别鲜美 所以不多吃几顿,真的是太可惜了 美味的滋卷做起来 200克普通面粉里加入2克盐 10克油,90克水 搅拌均匀 揉成中等烧硬的面团 刚开始会揉不光 让面团松弛10分钟再揉 就很容易揉光滑了 用保鲜膜包好,饧面1小时 在面团饧好之前,准备把韭菜切成沫 装到碗中 先加入适量食用油拌匀 封成油膜,防止韭菜出水 再加入晾凉的鸡蛋碎 虾皮 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盐和蚝油 拌匀即可 韭菜自身就很鲜美 所以也无需再加入过多的调味料了 取出馅好的面团 团成圆形 擀成圆饼 上下记得勤撒些面粉防粘 再用擀面杖卷起擀制 直到擀成像这样薄薄的饼皮 中间切个十字刀 再铺上韭菜馅 铺均匀 边缘流出2厘米左右 再从中间向外卷起 面团只要醒到位了 饼皮的延展性会很好 稍微掺着点卷 也不会将饼皮卷破 卷好之后整理成方形 再分割成4份 摆入到蒸屉里 凉水上锅蒸 水烧开后蒸10分钟 时间到了直接出锅 再分成小段就可以开吃了 陕西有名的枝卷就做好了 褶皱的外皮呈半透明状 薄韧筋道 吃上一口清香爽口 滋味悠长 春天遇到红根的韭菜 一定要多吃几顿 这种鲜美程度 我感觉比吃肉馅的都香 如果你也喜欢就安排起来吧